第一个 长照服务的本身是要社团法人跟财团法人的设计 第二个 即便今天开放也重点是在管理 所以将来我们长照服务法的如何的好好的落实管理才是重点 那我们国民党的主张是希望多元 包括家庭式的服务 包括社区式的服务 包括评价式的这些中心 包括精致化的中心 都欢迎能够共同的投入